疫情持续蔓延当中 在全州范围内除了必要行业 其他商铺从本周开始重新关闭 民众在注意防疫的同时 也十分关注和重视健康保险 在近日加州全保执行长Peter Lee 召开了亚太医的圆桌会议 总结疫情以来加州范围内的健保情况 而作为参会人员中唯一的认证保险经济 华兴保险总裁张国新也代表亚裔发声 这次圆桌会议中 加州全保执行长Peter Lee发言表示 今年由于疫情的关系 加州全保从3月20日起 设立特殊的开放投保期 帮助更多的民众有机会购买和负担健保 作为与会人员中唯一的认证保险经济 华兴保险总裁张国新表示 今年特殊投保期间 华兴保险服务了数千名客人 其中最多的就是因为疫情 失去了现有工作或者团体健康保险 而无法承担Cobra保费的民众 但是由于加州全保的开放 他们还可以选择购买个人健保计划 符合条件还可以获得政府补助 进一步降低保费 而还有一部分人群 比如滞留在美国的游客 探亲访友的家属 毕业的学生等等 不论身份皆可投保 华兴保险提醒近期毕业的学生 不管是本土学生还是国际留学生 毕业时原本购买的学校保险会停滞 需要尽快办理健康保险计划 知名家庭医生乌西普博士呼吁民众 外出一定要注意戴口罩 同时也提醒到 购买健康保险的民众 一年有一次免费的健康体检 可以进行预防性的检测 排查心脏病和癌症 提醒大家善用健康保险的福利 因应疫情 加州全保的投保截止日期延长到了7月31号 65岁以下的加州民众 可以在月底之前办理健保计划 如果有公司行号在复工时 希望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 或者想要索取劳工法海报 华星保险会尽所能 把现有的资源分享给大家 为了减少等待的时间 有兴趣的民众 请提前致电屏幕下方的电话 进行了解 众体中方正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